我们这个要谢财神 有些人心里可能唠叨了 说老师我今年也没赚什么钱 你今年只要赚过超过一分钱的 都是赚了钱的 那一分钱也是财神给你的 所以自己刚才说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可能你连一分钱都没赚 要是没赚的 现在我来拿一分钱给你 你就赚到了 所以是要谢恩 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赚多赚少 都是赚了 至于你花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说不够花 不够花也是你另外一回事 所以是你越拜他越谢他 他看你不够花了还谢他 他下次就多给你点 就他是神明 所以是这个财神有正财神偏财神 有这个显太世界的财神 隐太世界的财神 密法界的财神 叫显财神密财神 那么这个文财神武财神 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管理层 相当你们的财政部官员 就是这么个概念 你财政部有多少官员呢 他这个很多官员 所以是都要对他们理谢一下 理谢一下 这是隐太的这个官员 他会做这个鬼珍财神的财神 对我们的财神 给我听到他的财神 对我们的财神 是什么事情 你这么想说